羅賓森的發揮 成功的把這個比數給咬著 尤其是在第三節 單節攻下26分 目前為止 果然 在第四節一開始就在場上 跟麥卡洛爾的搭配 對方則是留了 第三節手感火燙的喬丹 單節拿下了16分 包括了四季三分外線 但是光榮這個球傳來不理想 這兩位的打法都不是這種 切入型或是撕裂型的打法 好 這使我想起了在勇士隊的 維京哥 這幾年大家一直講說 維京哥是NBA公務員型的這種球員 這是養生籃球 胡俊翔絕對是領航員 積極要栽培新生代的好手 他的得分能力無庸置疑 不管是外線的出手 還有整個剛剛轉換攻擊的時候 判斷到有時間點馬上去做 雙向籃框的上班 第四節是簡宇哲上班的時間 非常可怕的效率 剩7秒鐘 標準遠邊 又可以微笑射手簡宇哲 再來 又這也是這種人來風 又這也是這種人來風 You don't know how to spell your name 有關人 而且今天新北國王也針對QR做了活動的配合 吃素食還可以打折 吃素 QR就是吃素的怎麼樣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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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畢竟他恢復到健康了 還是有38歲的年齡 真的 更何況他這幾年一直都沒有健康過 洪志善也好一段時間沒有在場上 麥卡樂對抗之後出手沒進 QR到進攻籃板 假動作 一個後仰的翻身跳投 QR 單捷的MISSENQ也拿下五分了 WOW Quincy Davis 就是只能打準號 是 單捷五分 新台灣人 漂亮 讓我們的聯盟工作人員很頭痛 文理皇上場 哇 前三節都沒有上 李航元 第四節做出一些比較大膽的調度 現在陳玉瑞 也來到場上 文理皇 再進去拿到球 先往外送 但時間不多了 老吳 突然間急平在外線的出手 沒信 麥卡洛 轉移 左邊 開前秀施 微笑順手 建議佑哲 第四節整個on fire 就靠著佑哲跟Q的連線 對 他專打第四節的 這一節拿下了八分包 或兩季三分球 文理皇 上來不是只有做骨弓 咬呼吸藍筐 但是被Q給剝掉 拐卡洛 從高台傳球也看到他的五一四 這邊是小炮洪技上 他在D位的時候是有吸引力的 那他的傳球如果也變像 他馬斯這樣子找到空位的話 那又多了一種打法 現在他又站在D位 這個球 在小炮的手上 一個回馬槍 給Q是Davis的三分球 沒有 難買 Q又再拿到 但是已經沒有下一個例子了 Q是最後一位 對 接下來規劃的人 也沒有想有這樣的優惠 剩下三秒鐘 Q被溫力皇擋下來 什麼樣的時候 裁判會容忍不了 要吹教練技術犯格 當然是可能第一時間 你的抗力過大 他會去做一個自己的動作 那再加上 如果你有些怒罵 或者是說嘲諷的話 那裁判就可能比較容易 會吹出技術犯格 算是一種藝術的境界 小胖 這個地板球 是第一個field goal 所以現在李航宇有點麻煩 哈密 在嘗試一個補頂 出手沒進 這個角度 傳的真的非常刁鑽 因為這種球 其實難的點是在於 你做這種 反手的地板 打法跟星巴是完全不同 十分差 最後的五分半鐘 對 區域防守 後面有幫忙 這個blindside的超級 PonPon PonPon在這個組合當中 就沒有什麼投外線的機會 我看 他也曾經在面對工程師的比賽 投進了四季三分球 對 PonPon感覺還是沒有找到他的定位 包含像是 阿瑤也是一樣 我剛剛抬頭看了一下 現場的計分板 兩隊的那個球員得分 可以看到 領航員這邊是 是到目前為止 真的 配合起來 還是卡卡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第四季 我們的小火車沒有在場上 現在多了一個麥卡洛 好像 這個 Ryan教練 這季沒有打算用他嗎 是嗎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分數在感覺 慢慢的可能要把他換上來了 可能會在最後 再等一些時間吧 對 不知道 因為麥卡洛以他第一場這樣的體能 哇 能打這麼久 其實滿訝異的 而且Q從第四季開始到現在也沒休息 所以國防隊在第四季人員的調整是非常有限的 哇 很難來說 他的持球攻擊 並不是特別的流暢 剛剛第四季馬上示範一次了 麥卡洛打下了15分 鋒鋒陳冠全 非常有 領先的分數還是在雙位數 那節奏的掌控也做得很好 沒錯 所以我覺得Ryan教練這邊也是 不做太多的陣容的調配 然後你看李凱嫩也不在場上 然後 他們相信的是 同志賽 所以小炮雖然得分能力不是很好 但是他組織球隊的這種能力是非常 前面這一個 麥卡洛的單打 是用身體的對抗 擠開了阿瑤 也無需震靈了 對 阿瑤 對 如果不做人員的調度的話 國王這邊可能會需要一個暫停 因為看到場上的球員是 已經有一點 體能消耗過多了 看起來李凱嫩要回來了 文字上 跟著掩護之後的外線沒投進 而是把減右折給換下去 放上兩個後衛也是希望 可以在控場方面做得更穩定 是 其實每一分都很重要 而且現在尤其是只有7分的落後 那比賽的時間2分15秒左右 是還有時間可以追上的 絕對足夠 Q 找到進區 哇 他跟阿米之間的合作 阿米之間也拿下了4分 這也是為什麼第四節可以 稍微不用放 卡瑪士的原因 就是因為Q也有這種 色應傳球的能力 因為他就是台灣人 在台灣也打滾的時間夠多了 所以誰有什麼樣的能力 Q應該是非常清楚 這個防守壓迫性很夠 再賽進去 最後是邵英抓在砰砰身上 那前面被砰砰打了一次N1 那時候的分差其實還有一定的差距 那在最後一分半中 這個再回來代表 至少Thomas 身體上是沒什麼問題 非常關鍵的藍板鞏固 以及分數的進障 右邊的切入球速得分 而且回來阿龍教練在旁邊 喊人釘人 而且一個Trap 居然地板球送到敵角 因為如果你讓這些時間 流失掉的話 你後面的進攻機會也並不多了 是 差8分 對 8分必須要有3個球成 其中還有2個3分球 是 Thomas 頭偏 昆西 Davis 抓到進攻籃板 還是不犯規嗎 這波進攻 Thomas 已經拉到外圍了 前面這球先看到米哥的底角3分 凱葉目前已經拿下了22分 另外有十一助攻跟六超捷 非常全面 第二球沒罰進 藍板 要趕快追了 Jordan 要搶3分 盧俊翔短 其實結賽場上的時間也非常長 對 現在中間下去做一些調整的線 如果有關注到最後的這一兩分鐘的話 你可以 感覺到那才是領航員想要的節奏 就是不斷的推快跟 嘗試去做攻擊 可是 領航員這個賽季一直強調他們要打快 那在這場比賽當中 我們看到的就是利用國王的十五 那你也沒有太多籃板的優勢 你根本踩不起來 因為國王隊今天在禁區的抗騰 其實完全不輸給領航員的雙洋將 Toncy Darius也退場 那今天Q得到了8分 我們看到優佑 這個盧俊翔 或甚至Jordan 然後還有Robinson 在第四節其實也都有得分 那無奈就是本土其他的球員 沒辦法跳出來 對 就是今天這場比賽 李航淵 很多次都把這個分殺給咬回來 就是靠著他們的防守 跟製造國王隊的失誤 那進入到第四節 國王隊反而得的分數是 四節裡面最多的 這也是國王隊為什麼在之前的比賽當中很可怕的原因 像這一次的第四節的減右者 就再度的跳出來 這也是 每一支球隊對到國王隊會比較頭痛的點 就是 你不知道今天他們的誰 狀況會很活躍 對 但是可以確定的就是 這兩場比賽的減右者 或是三場比賽 在第四節他是非常的兇猛 對 最後那個八分是非常的關鍵 對 那阿民在第四節也拿下了7分 所以今天阿民的得分也來到了20分 那在本土最高得分方面 看起來他跟自己的隊友凱燕 新成績 新成績